Hello 大家好 又到星期三了 精明彩的星期三 林王芬的時候 突然間聖誕 臨時臨急發生 不如說什麼 不如說7 傳給兩位 沒什麼反應 有東西比7 有什麼可以說 比7更7 上個星期突然間 爆滋風在曼谷 無法進入境 今個星期 只是晚宙 爆炸性 還有很多事情 接二連三 但在正式話題前 我們需要大家的關心 關心女王還沒吃過晚飯 我不緊要 一個星期做三日節目 上四日課 還有煮七日飯 永遠都不用休息 不要緊的 我們要關心的 是我們親愛的樣子 我們的樣子 正親 他現在拿著拐掌走路 都要來做節目 是否值得你給個like 和share 送菲吻過來 多謝大家關心 你最關心 媽媽最關心她 一進來就在我面前 她也關心她 沒錯 選人來的 你們就like還like share還share 同事之間 劉阿賢 好嗎? 好嗎? 好 今天發生了很多事 厲害 你先看誰 看樣子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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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黃昏的時候 突然間有一個人洗版 竟然是梁耀忠 他呢 奇奇怪怪的 不知道做什麼事 突然間主持這個選舉 立法會主席的時候 突然間說 不玩了 我走了 勁歌一 即是把戰場 尚問一下你 尚問一下你 尚問一下你是什麼家科呢 就是 預了立法會第一天 必定有火花 說了 大家預了那天動手 但是想不到是這樣的動手 第一 因為你是立法會主席 未選 臨時都要有人做主席 還有是按連資 按連資 這叫做 致鬼老餅是誰 阿桃 阿桃錦山 問題是他參選 對 所以第二高連資的 就是梁耀忠 這個街工的梁耀忠 出名那句 臭坑出臭草 當年是很勇猛的 現在自己做了臭鞋還是臭草 肯定大鑊 於是按連資 就擺了梁耀忠 做臨時主席 主持這個選舉 選舉 大家預料肯定 火花四錢 因為梁耀忠 變成了很大的技術挑戰 國籍問題 人家懷疑他 是有英國國籍 不用懷疑他自焦了 他自焦了 當然 拖多拉拉 又說沒有這樣的事 不用讓你知道 這些細節 因為他們一直由頭張到尾 照道理 你隨時做主席 如果好像有之前阿昇爺的玩法 總之我一力承擔 我就要煮死你 我就要DQ你 阿昇爺那個不是周星馳 Dusqualified 近來的英文很差 我現在在想是否粗口 昇爺那個是否講洗頭艇那個 不是之前那個 所以你發覺建制派做主席的話 真的是寸土必爭 有權是用盡的 你講昇爺那個 應該是通過撥款的 撥款的 東北的 東北通過撥款的 所以大家不用同意一下 任何建制派的人 做議會主席 又不論多小的會議都好 必然是有權用盡的 你面對這個對峙的 或者應該說有權攬盡 沒有權也會用盡的 他要先攬後用 他攬了他的行事 技術上過癮是甚麼加科 當你要否決主席的裁決的時候 你會有時間去玩 而你的裁決可能已經過了 所以你會發覺 所有建制派的議員 任何小的會議 都必然有權用盡的 用不可以 一定用盡的 反過來 到你梁議員 這麼難得 幾十歲人 終於有機會坐在主席位 暫時泛民的立場 或暫時反對派民的立場 你應該怎樣 當然要捏住他 當然要捏住他 但他竟然 就算我不當你這麼難看 要用盡用盡才算 你沒理由會虧張 你就是剛才所說的 你說未做過 他今天就說我以前未做過 這是借口 他做了幾十年議員 他說他未做過主席 看也要看 我未做過主席 所以我怕我做得不好 所以我就退為楊賢 他一退後就退了一個 Tam 退了做一個Perm Tam 給了一個Perm Perm 現在就變成梁君彥 梁君彥精彩在什麼呢 就是你拍戲也沒有這麼厲害的效果 就是什麼呢 就是你可以現場拿封信出來 現場拿封信出來 立即打開 這是英國內政部寄過來的信 就是八百里急檢 沒錯 然後 有個皇帝瑜伏 跑死了幾隻馬 然後還有Queenslett 或者007的女兒 不要管 總之他在大家面前 三點多的時候 大家整天都在爭議 到底他適不適合 有沒有一個條件 去競選立法會主席的位置 你似乎過去四年 你都沒有報你的英籍 那其實是不是全心欺騙我們呢 又不知道 其實你又適不適合呢 都不止符不符合這個選舉的條例 在這個時候 封信就出來了 封信出來 他一打開 就說我的英籍已經被我放棄了 首先大家留意一下他什麼時候填這封信 是九月尾 九月尾 九月尾好像已經立法會做了什麼 那你是以什麼身份證去參選的 你是以大英帝國的子民去參選 參選香港 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會議員 這裏有一點點虛偽可以玩的 為什麼呢 因為的而且確 你立法會裡面 可以保留外國國籍和居留權的有一定比例 是有這件事 但是當年香港的國際化過程裡面保留了這件事 所以英國就留下這件事 也就是說 你議會裡面不是每個人都要中國籍 是 講得明白這件事 那是誰還誰呢 那當然是商界那些 遇上了 不用問問問問問問問 所以哪些保留權是存在的 當選議員 就沒有放棄英國居留權 不過 那個關鍵時點呢 就是說 你什麼時候要參選這個議會主席 這是另一件事 因為基本法講得明白 你議會主席 是不可以外國居留權的 所以變成就是 你什麼時候放棄 什麼時候有效 就很重要了 所以就是說 為什麼那些議員 開波第一天吵獲金 就是吵著這個時點 到底他參選 坐在辯論中 那一刻 他有沒有資格出來參選 不是說你有沒有資格當選 兩回事 你參選有沒有資格 如果你當時沒有資格的話 我就DQ 有兩個關卡DQ你的 即是要disqualify 兩個關卡 即是等於今次你選立法會 你宣誓了 我就說我不搞廣道 他照樣DQ你的 明白嗎 即是說 第一件事 他可以不讓你參選 就不會存在 第二件事 當不當選的問題 在參選那一刻 假如你都是梁議員做主席 不會做才算 有沒有人提議他 他有權disqualify參選人 有沒有留意過這件事 其實這是第二個話題 但你宣誓那一刻 即是他宣誓符合參選資格 都已經可以動你的 所以這次是女王物令 很明顯 很過癮 但至於是有客戴 他還未驗身 他只是現場MITO給你看 你是不是已經出來快了 這是一個大問題 即是說 首先你要入宮做公共 你才要經過淨身這個過程 但原來你已經淨了 今天不用再淨一次 但原來你是淨了 但你還在那裡 那你就又要淨了 但這次就是為什麼你有J 你有J 我做得出的 我最喜歡做這件事 但為什麼你有J 你又做得太監了 他隱瞞了 此其一 應該就是說 預了有這種騎牛的事情出現 我們的注意力並不在那邊 而是在於梁議員 知力最深的泛民議員 坐在這個主席位 你應該發揮什麼功效出來 所以就無形中 暗合了國家領導人的說話 我相信很多觀眾 都已經想斬我了 不過我也會說出來 泛民也是建制的一部分 泛民也是建制的一部分 這次真的實踐了 中了 中了 突然間離開 即是等於雙手送了這個主席位 因為後面排隊的那個 不是梁君彥 後面排隊的是石禮謙 你也是代主席 石禮謙是第三個資深 一排石禮謙是誰政團的 地產界代表 誰是政團的 是經文聯 至不是又是梁議員 即是說 你將那個牌 交給李二廉 去選舉李二廉 你想想會有什麼結果 即使要射拼 看看後面哪個牌 你明知道後果會是怎樣的 你不要說你沒有經驗 幾十年議會 你什麼叫擔椅子體位 你會不知道 所以就暗合了一件事 國家令梁華仔 泛民也是建制的 水洗都不清 所以我真的感覺不到 他梁耀忠說的那些 很多無靈兩可的那些 是不是那麼成理由的 他又說他的權有限 又說這個沒有意義 又說沒有意義 我不懂 不是這樣 你主席就是主席 你今天過程不理想 意義不大 寧願給其他同事主持 你的其他同事 不是自己人 不就是人 不是自己人 剛剛有一個很過癮的新聞 就是講國內的小朋友 足球比賽 踢假球 是扭回自己的龍門 這個情況不一樣 是龍門就可以了 是自己的龍門 球證也是自己人 全部自己有 這次過癮 專身成為三分球 傳給對家 龍門在哪裏 一個解釋 就是對家也是自己人 認錯 不好意思 傳球 交給自己人 原來是交給自己人 這次是石 你自己看石禮謙 人家有權用盡 你搶咪馬 你不走 我就換第二間房 不讓另外三個未確認宣誓的議員進來 人家真的有權用盡 寸土必爭就是這些 我看到的 你不要說政治立場 學小公以前說 你所謂的資深議員做了幾十年 人家先那幾次怎樣難看 怎樣展報 怎樣鑑操 強制通過什麼 你有眼看的 你不用學盡 你學一成也好 學小公經常說 以戰論戰 我們不說什麼政治立場 我不看你立場 我不看你立心 你看這次老 這個老泛民和傳統建制 哪一個真的在戰場上 用到盡 去到盡 高下立盤 沒錯 人家想得到 是人家真的厲害 也不是人家太厲害 因為你太疾 根本不用厲害 完全不用厲害 你自動退出 你舉手投降 就算比世上最厲害的兵器 你們又如何呢 你們自插 挺好玩 拋歌棄甲 真的一模一樣 一夜滲到所有泛民 就是四腳潮 結果所有泛民 就全部撕爛選票走 又如何呢 又如何呢 剛剛有個聽眾留言 證明我們做Live 梁偉堯問有沒有看過 翁正晶Facebook的解釋 我可以讀給大家聽 翁正晶就說他問了梁耀忠 他問了梁耀忠 問他為什麼拒絕主持會議 他就說 翁正晶說梁耀忠的口才真的不行 說了十分鐘都不知道他什麼 到最後終於明白了 就是說梁耀忠的權限 已經可以是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 當然了 難道你自己說嗎 不能夠超過其中範圍 但是他說他因為一個項目 其實他是做一個抗議的手勢 抗議的動作 就是立法會秘書處 給了他一張議員清單 當中只有67人 就是disqualify了三個人 我們就知道哪三個人 梁耀忠說不是 雖然三位議員的宣誓受到質疑 但是他的議員身份 是未被disqualify的 他就說應該是70個議員都有權投票 他就堅持說 我要釐清這三個議員 有沒有投票的權利 我先去進行這個會議的繼續 他才可以宣佈繼續的 程序要過的 簡單來說 就是在這個立法會秘書處 在他的要求之下 不理睬他 不理睬他 以67人 他就放棄主持 以示抗議 這樣 我看到他是這樣 這件事越描越黑 我看到這件事 如果是這樣 翁靖精是有點糊短 不是糊短的問題 我不知道翁靖精是因為想插爆他 想插死他 誰會這樣抗議 很簡單 一個抗議就是 不宣佈下一個 你是主持 你是主席 要求秘書處澄清 你是老闆 你叫秘書 幫你拿封信 他不拿 那你就是解僱了他 因為秘書處就是 一定是政治中立 是工具 你是行政安慰 有什麼主席坐在那裡 你澄清 你不澄清 你又不理你 你裁決了 你代表誰去裁決 明白嗎 即是說秘書處是越權 算是什麼 太監 乾淨 然後你就離開了嗎 然後他離開了 這更加說不過去 跟他現場所說的話 是完全相違背的 他應該當時的樣子 應該是紅了 關公的 反海拍椅 擲杯來走人 不是啊 他是很沮喪來走的 聽清楚他講什麼 他是沒有意義 他很無癮 交給同事 還有會不會呢 在這個時候 你的戰鬥力去到零 在這個關鍵時刻 你會不會是毫無戰鬥意志 即是說我拱手相讓 因為我認為我現在放棄主席的位置 你們就會被迫要釐清 是六十七還是七十個議員 他當然不會釐清 你傻的 如果你在那裡吵的時候 你作為立法會代主席 去吵他都不釐清 你覺得你起一身他還會釐清嗎 他吃錯了什麼約定 還是去到關鍵位才看到他的真章呢 還是他真的是建制的一部份呢 反正也有一次建制的 因為完全是不合常理地拆 如果我看他那些所謂解釋 會爆炸的 會爆炸的 現在真的爆炸的 全球都會爆炸的 然後有一個聽眾 Man Sam Sam 就很笑的 他說為什麼他不放棄生命抗議 什麼 很壞 他說為什麼他不放棄生命抗議 他放棄的議席 主席的位置 當場吊頸 這個時候 其實我一向 我是不想太陰謀論的 因為我覺得 其實太多節目 尤其是網台節目 個個都在陰謀論 其實很沒意思 你真的 學蕭公子名句 就是以戰論戰 你就是真的看別人的 行的門路是什麼 去論其實就好過 就是陰謀 因為陰謀是無限的 你說到外太空有多少人類都可以 沒有意思 但這件事變成今時今日 真的只有陰謀論 就能解釋到 就看你隻臭 看你搞成什麼樣子 就算不說陰謀論 就算不說陰謀論 這些廢柴 留他在人間還有用嗎 真是 他是拆得不合常理 你很難用陰謀的角度 是太不合常理 正常的常理 如果按泛民先前 一向來的劇本要演給你 拉布 就不是議會裏面的議員和主席拉布 是議會裏面的主席和秘書處拉布 更加不需要解謀 你明白嗎 沒有任何裁決可以發生 秘書處罷工 不做事 不交出70個名字 代理的議會裁決了 不讓三個議員發言 不讓三個議員投票 你很厲害 那主席就問你 你不回答 你就在拉布 這樣簡單 那你那個主席就沒有辦法選出來 直到你那個秘書處 肯面對實情出來 大家交代到底那三個名字去哪 你是不是公開說秘書處不合作 秘書處白說 這是很簡單的方式 而且不要忘記了 在這個過程中 在一個很激烈的展訊 首先說多一個項目 就是 你這封信 你要陰謀無限上綱上線 鄰國那個術語華齋 我怎麼知道這封信是真是假 你拿出來展示 我怎麼能夠確認真是假 我有沒有打到電話 或者去信英國領事館 確實封信真是英國內政部出的呢 你就這樣在鏡頭面前 仰一仰 剪一剪 現在就被他當選了 在這個過程中 還沒到這個位置 之前立法會裡面 67個議員裡面 有不少法律界的代表 包括 This AY 都有說 叫做楊岳橋 他也有說 既然今天決定不到 那就下個星期了 急什麼 為什麼一定要現在來決定 但是這個時候 你不能夠猜到的 就發生了 其實很簡單 就是說 我是主席 我要求核實那封信 那個真偽 或者不要說真偽 起碼核實那封信 到底是否真的 英國寄出 是不是真的 有這個法律效力 那問題 這位 梁議員 他完全的重點 不是放在這裏 是啊 突然離開了 完全不是放在這裏 重點 說到我也有些 不太懂得說 完全太不合上 突然說我不玩了 不如我們這樣 就是說在一個為討論而討論 就是我們 最差的劇本都不會發聲成這樣 我們會不會想到一個理由給他 沒有 不是陰謀論 不是他其實是建制的 7000會爆炸的 之外的一個解釋 想不到 撞邪 留下第二個節目說 真的 如是我問 撞邪 撞邪 撞邪的表現 例如 有主席不做 嘩 閃開了 他不是不做 他是把主席位讓給對家 即是將戰場 很重要的第一個戰場 今屆議會的第一個戰場 讓給對家 你玩了 接著就換房 禁止三個人進去 別人做的都很齊全 即刻快刀斬令馬 跟他們搞定 好像有底稿一樣 有備而來 所以一方面 完全跟著劇本做事 有備而來 一方面就不知跟著劇本 忽然轉態走人 你可以有什麼解釋 即是撞邪爆炸 其實很容易說 譬如你在法庭裏面 你都不可能好像拍電視 突然之間 有人走進來 喊一喊 然後跟大狀說 有新證據 然後長馬上站起來 跟法官說有新證據 不是這樣的 他會演戲嗎 是演戲嗎 是一早已經全部發布 不是說一年 很多個月前已經全部發布 那些證據 你有一個列列 有什麼證據 到時會放上去 以及大家互相探討過 為什麼今天 你可以姓梁 那人 可以突然之間出一封信 在這個時候 也是那句 蕭公子說得很好 就算我當你是議員 你可以保留外國國籍 都好 當你行 你為什麼 你申請這封信 是現在 而不是之前 你什麼時候競逐主席 整件事 符不符合這個 法律程序 或者議會的規則 你太多不認識的情況之下 梁耀忠是黃的 梁耀忠是非建制 現在的術語是非建制 不能叫他泛民 那 他這個時候 起身走 我真的想不到 第二個解釋 遞了封信 不知道是真是假的信 然後 對家的主席突然起身走 然後把位置讓給對方的自己的敵人 然後讓你們玩完 他夾得好像拼圖一樣 夾得天衣無縫 為什麼呢 其實石禮謙 你不會覺得他是泛民 石禮謙怎麼是泛民呢 他起身 下一個就給了石禮謙 其實就是落到建制的手上 對 他是地產商代表 除非梁耀忠不知道石禮謙是什麼背景 這個也是不可能的 他不知道誰在排隊 沒有可能 沒有可能不知道誰在排隊 所以 基本上又是那句 面對這樣的戰鬥場面的話 完全不是戰鬥 基本上是大屠殺 這個自己有 對死自己有 沒見過的 對得這麼清脆利落 這次入鑊氣了 那麼簡單 就是說 新一家立法會的第一個戰場 一敗塗地 大屠殺 第一場是大屠殺 第一場是大屠殺 這次是山海關引清兵入關 對嗎 我覺得 如果梁耀忠跟吳三貴相比 就侮辱了吳三貴 吳三貴當時開關 真的判斷過當時政治和軍事形勢 要這樣做 梁耀忠現在是拆到不知道做什麼鬼 他自己說的理由都完全不知道做什麼鬼 你又知道他不是被迫 哦 那不知道 對 又是要廢回陰謀論 是不是背後有些陰謀 對 中了某些人的陰謀 適當的時候就會有些適當的痛腳 哦 或者 之前女王說 每一個人都有個嫁 不知道 是有沒有痛腳 還是自己開了個嫁給人 不知道 每一個人都有個痛腳 每一個人都有個嫁 每一個人都有個嫁 劇同事存在 即是 很衰 我這樣說 但是 即是 那些男女感情的書 我看過有一本 是一個 Player 他以前是一個花花公子 黑人男子 花花公子 他就寫 他以一個男性過來日的角度 去教女性 這個男女情長手段 他就強調 他就說 這個可以呼應 為什麼你才能騙到那個 那個Node 7 對不起 九十萬 九十萬 他就說沒有拖手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大家覺得不可能 我說是可能 吃飽飯 你這樣說的 什麼 吃飽飯 你這樣說的 因為 就是因為沒有 才會去到九十萬 如果有 九萬都去不到 我告訴你 所以 如果你有同一個邏輯 其實你只要在一個 正在一個位置 就是會去到 我不明白 什麼 無論九十萬 就算布貼九十萬 給我都不肯 大哥 這個事實發生了 口味太重 大哥 我又想像不到 但這個事實發生了 這是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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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明白 我只能說 這是事實 但我不明白 這些口味 為何這些男士 會有這些口味 愛情是盲目的 我告訴那個黑人作者 他講了一件事 他就說 其實在每一個男子 追求一個女子的過程 他心裏面 其實都有一個時間 frame 就是說 我會花這麼長時間 在你身上 我會花這麼多錢 在你身上 但女生的本事 就是要不斷延伸 你明明想著 我最多在你身上 我最多花五天 或者五個星期追求你 然後我就會 不行我就會離開 你怎樣能夠 到時到後給他甜頭 令到他那個 以為希望在線 我快要贏在起跑線 我快要贏在社會上 我快要贏在社會上 然後他就無限延伸 其實這件事 你套下去 這是人性 梁議員 你高票當選 你在超區裡 你是不是就是 他就是被對家 用這個 就變成 現在施菸BB 90萬的苦主 另一個苦主 我們才是苦主 你梁耀忠有什麼苦主 不就繼續老神在在 做他的議員 我們這些 但為什麼他不辭職公投呢 真的要問他 他這一下應該辭職了 他這一下 可能他還在裡面 還有一個 未來更加重要的 要他幫忙 你如果從陰謀論來想 還有利用價值 應該是 一票很重要 在關鍵時刻 就要你做事 而你又做到事 他很擔心人身安全 暫時不見他有人身安全 如果幫建制做事 怎會有人身安全 現在很難說 可能被人扔磚頭 所以在梁耀忠這件事之後 變成今天三位人士的宣誓 都變成了蝶邊菜 本來其實很精彩 很精彩 很精彩 特別精彩 我在乘車回來的時候 即是預料他有事做 預料他會的 但是我今早最早的時候 在轉身 坦白說 就是姚崇嚴的愛真普選 他的誓詞裡面 你覺得很麻煩 但是很麻煩 然後死了 他們會不會失誤你 一定的 是預料的 等著來打你 講明的 會不會取消你這個 有沒有取消議員資格 你只不過不能夠投票 今天 他不能夠行使議員的權力 因為正常的程序就是 在監禮的情況下 你未宣誓 未宣誓即是未曾打算運用你的權力 即是今天 下星期三就可以了 那他也要完成宣誓才可以 現在是要在梁君彥 即是新任主席監禮 再來完成這個監禮過程 才可以行使議員權力 說回這個很過癮的問題 雖然看得很過癮 但是personally speaking 就是以戰論戰的話 宣誓的小動作 是完全沒有必要的 因為你完全不會影響議會運作 是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完全不會的 所以為什麼很奇怪地 梁耀宗的注意力 居然放在那三個人有沒有 即是發言權那裏 而不是放在別人有沒有 即是選主席那裏 遇著反過來 是不是有意地 去轉而視線呢 一提就是 所有這些泛民 包括新丁在外 都是這麼膚淺 膚淺到以為 只是在議會上做秀 撕下票 擔下借 就叫做完成了議會裏面的使命 當然是大錯特錯 議會就是監督政府的 明白嗎 如果你不發揮最重要的功效的話 你純粹是做表演的 只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為了選票 借票 就這麼簡單 借票不要這個時候來借 是沒有完全 又是那句 在戰爭上來說 那些花繩是完全沒有殺傷力的話 就麻煩你不要用了 就這麼簡單 我也覺得 真的不需要 拿這些東西來玩 最重要是 你進入議會裏面 你打什麼議案 出什麼招 你珠海特 我根本不用理你 這些細節 我一下去到 你就個個都腳震 這些才是最重要的 你戰場都分大小 都分輕重 你不是每次都這樣 扭屎枯花 踢個球你就明白了 你膠塞球的 有什麼意思 扭花是無用的 你主要入球 踢球呢 如果是過多花巧 除了對家罵你之外 自己隊友都會罵你的 因為你這些浪費時間 和你是很容易出錯 就是了 亦都會被對方拿到委入 而一個錯 就可以致命的 是呀 那不就是這樣 那錯都致命了 扭什麼花都沒用 扭完三場花 花人見過 原來有一個閃閃 一個轉身三分波 寫了給他 在後面寫了 梁耀忠會不會蠢到這樣 如果我們說 那三個議員 他今天 像你所說 在香港 有備而來也是這樣 是一個動作 他要借票 他說我要真普選 他說為香港效忠 然後就是 人們的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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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覺得很好笑 但他們不會因為這樣 而損失議員資格 不是永久性地被吊銷資格的話 不能吊銷資格 不能吊銷資格 只是不能行使權力 只不過他可能遞入 他重新宣告 但你現在一讓 你就讓了四年 除非你主席突然死了 或者突然間因什麼原因不做 當然不會 所以屬輕屬重 大家戰場上一決高下 大家看得到 所以上次突然間說 要有搏夜空間等等 又是拿鏡頭 但對議會 對在議會裡面的政治角力 真的我不覺得有什麼作用 這次又是 扭花也是扭花的時候 你埋芽也是埋芽的時候 口說拼東西不會大套 你有另一個大套不用說 拼就行了 但我覺得始終你已經選了 不要再停留在那個 拿山兵和拿鏡頭的那個階段 奇怪 到底各位議員有沒有這個 戰鬥心理準備 我真的不太明白 我覺得姚重賢由上可 因為為什麼呢 畢竟他是橫州事件打底 你明白嗎 我給你拿山兵 我給你 因為為什麼呢 你已經做了事情出來 你現在在宣誓的時候 我給你利落 我給你靚 我給你在議會裡面說 那五個字 每次掛身橫額 老共都立即腳振 為什麼呢 他們最怕的就是普選 他最怕就是人民行使投票的權力 所以姚重賢由上我給你 因為為什麼呢 你已經有底 只有兩種行 你們兩個的朋友 容總支持的青年真正 對不起我太累了 青年真正的兩位新議員 你們如果沒有這麼紮實的功夫 不要扭 如果你是私朗的 你就扭到夠了 你能夠入球 你不能是私朗的 你就不要扭 還有他之前的劉慧貞 那一天扭完之後 很多攝影機 還有頭條 雜誌全部大大幅照 做下去好像很成功 但是去到議會裡面 這個慣心 並不構成任何議案 我覺得你們兩位 如果你們兩位 青年真正 仍然這樣停留在這個階段 你又扶選民所託 我嘆氣 對不起 那就沒有什麼嘆氣不嘆氣 經了事長一致 第一 選民就請你醒目一點 以後 投票的時候 但下次有得再選 已經是四年後 任何選舉制度 你都只能夠是這樣的 下次會醒目一點 梁耀忠又不打算退選 如果他現在辭職 重新選舉 那就好話了 還有一個變數位 就是我們主張港獨的小朋友 上嫂? 對 新東? 對 會不會重選這個未知 到底會不會將整個今次的選舉結果 被宣佈無效 重新選過 就是司法覆核 還有叫做 是有機會的 他情情的 選舉情情 選舉情情 是有機會 但也很難說影響多大 現在的選舉主任 到底有沒有權 能夠用他的心電圖 你明白嗎? 心電圖 去照他的心 去照你的心 去照你的心 做一個polygraph 就是一個測方 就說你其實不是真心擁護 基本法 即是他現在的選舉情情 會不會能夠推翻整盤結果 如果推翻整盤結果 包括梁君彥都不會是主席 整件事就不同了 不一定 因為他的影響只是那個選區 新界東 新界東 所以就算選舉情情真的成功 新界東重選 對整體泛民未必有好處 因為新東九席入面已經獲得六席 而且贏得很險 整個非建制 如果他是新西 反而有些好處 因為新西大家都知道 又是另一位姓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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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上了 有機會將這些西華契仔 推一個下來 所以新東 無論他選舉情情如何都好 如果真的重選 整個形勢不太樂觀 變數還有很多 但又是開局 看得出泛民極度不利 其中一件事就是 大家經常說泛民不團結 問題是 現在更過人的情況出現 團結又如何呢 老的就越來越差 年輕的水平又未夠 水平不夠正常 但不要再繼續停留在這個水平 因為現在有些事情 不是說你沒有經驗 或者水平不夠就可以做藉口 一開始就要埋牙 上到戰場 水平未夠未夠經驗 慢慢累積被人堆倒了 現在已經看到了 立刻主席位就被人堆倒了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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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血風喉的 不能讓你說慢慢打 所以我就不知道這場章 可以打到什麼樣子 但關鍵時候的這樣一票 就已經死人了 死人很多 你不是死個別 一兩個人死 你現在以死以謝天下 其實都沒有用了 因為太多人陪你死了 已經佔了底 很可憐的選民們 我想這個街工 這個污點 可能要根據未來幾年 未來四年 到下次選舉的時候 跟文協一樣 對 文協化 普遍化 碎片 以及民主黨化 你走入西環談一會 之後就照明遠播 以及直接不用再想 但是 唉 今次這件事 我想整個香港都太過震撼了 接受不到 我只想像不到 未來四年 你梁君彥做主席 是會怎樣 這件事 他已經說明了 如果23條放在桌上 他會投票 是 他做得比曾鈺誠更出位 這個絕對是 他要更加表忠 曾鈺誠這些 不用每次跟你表忠 因為我跟正苗紅 你做得契仔 你去得更盡才行 亦都是他們要收契仔的原因 血囚定律 因為傳統左派 契仔會比傳統左派更聽話 所以就奇怪到 泛民這樣想好他們打什麼仗 奇怪 其實我覺得是協調不了 協調不了 協調不了 協調左也協調過 你想一下 何秀蘭 他當然下了選 但他面對這個博弈論 他就不斷這樣說 他不是說 這句說話怎樣養 你都是贊同不贊同 你覺得怎樣養 或是很包容 小女兒 現在的事下 年輕人這樣說話 或是女兒這樣說話不大體 他不是這樣 他就說 這麼大把頭髮 這麼長的頭髮 是對這個環境很大傷害 很不環保 我這輩子都不會流長頭髮 你現在說這些 很奇怪 為何會這樣說 其實賀秀蘭 在議會中 一個最大會 主席說要點人數 對 我要求點人數 然後陳偉業說 不用了 然後馬上投票 那時候 沒機會 那些人才會進來 那整個局就不一樣了 要求點人數 主席就會吹雞 不是吹雞 是不是吹雞 就進來 你傻的 那時候陳偉業是看著他 不用了 馬上投票了 何秀蘭 落選 應份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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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我很理解 何秀蘭 因為 游慧晶說這番話 是得罪了很多女性 所以 何秀蘭也是女性 從女性角度看 對嗎 我明白 但現在不是讓你用一個個人的角度去看這件事 他說出來的就是個人的角度 你把頭髮長 不是個人的角度 又是玩私怨 是的 我覺得又是玩私怨 私怨滿天飛 認真點打一下獎 麻煩各位 殺個埋身 我也明白為什麼工黨最後剩下張超雄 是 差不多沒有了 都是完全是泡沫 雙招雄都說了 沒得玩 工黨 還有 工黨另一個兄弟黨就是街工 梁耀忠、李卓人 是兩兄弟 年輕人也沒有說錯 你這傢伙玩了三十多年 你玩過什麼樣子 可以反映到他們完全沒有辦法 貼合到現在這個時代的需要 不止時代的需要 即是馬後炮又怎樣也好 有一件事 其中一個訊息我收到 是沒有說錯的 就是說 這些傢伙口講民主 但是過去幾十年所做的事 是全面放棄民主 他們很積極地尋求一個弱勢被打壓的角色 即使立了大部分的選票 原因是他們根本完全沒有執政的心態 此其一 不單是沒有執政的心態 甚至沒有抗爭的心態 你不相信的話 你看梁耀忠今日的表現 你就知道了 梁耀忠今日的表現 梁耀忠今日的表現 閃? 閃啊 有獲利又受不住壓力 我閃啊 大家 支援是三十多萬票 超區來的 你想想說 支援是票王 你很有代表性 很有代表性 你立了這麼多選票 而結論就是閃 各位 平心而論 你到後怕 數回這三十多年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你那個民主局面 沒辦法開展 幾十年都有不同的借口 每次都有不同的借口 一時就說 你有鐵票 一時就說 你會配票 一時又有懷鬼 有時又有分裂 有時又有懷鬼 你每次都有借口 每次都有借口 到你沒有借口 那一次就轉身 整個三分波 給整個利謙 這是這樣的表現 大家可以想像一件事 即使我不當你有陰謀才轉 所托非人 你們所授權投票的所謂泛民 不僅沒有意識的執政 甚至沒有意識的抗爭 而你們是拿了絕大部分的選票 因此香港不可能有民主進步 就是因為大部分人的授權代表 就是希望做少數 所以他不是自申辯的預言 即是實現了他的預言 他每次都不會認真的時候 每次就落選 你會發覺 鬼打鬼 你撞了區 你看那幾個人都是 李卓人撞了區 空降下去 自咬撞自己 又攬炒幾個 那關人家的事 另一個攬炒得很重要 那個什麼名字 馮檢基 新西 全部自己攬炒 那關人家的事 問題就是 人家拿了三萬票 贏你十萬票 那誰想像得到 所以泛民這麼多年來 積極募捐了這麼多票回來 全部都是製造自己 成為少數黨 就是唯一可以合理解釋 他製造少數黨 對他來說是舒服 安穩地坐的位子 沒有壓力 沒有政治風險 沒有壓力 到會期完結我就去放假 舒舒服服 其實我跟次官有講過 我想講一種病 一種心理病 我覺得全港泛民 個別少數不算 譬如你說 我們個別人士不是 但是大部份 我覺得泛民都有這個病 Manchelson syndrome 是什麼呢 這個病很可怕 因為是很難檢測 而往往是死了很多人 你才檢測到 就是最有名的那一段 就是英國的護士 他還要在兒童病房 後來是怎樣發現呢 就是為什麼他當值的時候 就有人死 就有小孩子死 入院的時候沒事 如果他放假 他小孩子會好轉 但是他當值 小孩子就死 不斷地死 是不是他數碼聲 他是黑仔 這樣調走他 又好回來 一調回來又死人 後來發現 原來有一種病就是這樣 現在的泛民就是這樣 就是他不單止喜歡做弱勢 喜歡做少數 他喜歡令到他關心的對象 選民 受到傷害 接著你受到傷害 你需要我的保護 那我就變成救世主 是不是 我就有光環了 你明白嗎 那這一集Manchausen syndrome的媽媽 就更恐怖 因為他會不斷地 令到自己的親生小孩病 因為他很喜歡在Facebook打卡 那些人的關心 是一種病 真的是一種病 打卡 那些人會慰問他 問候他有沒有事 去醫院所有的醫生護士 都會慰藏你 朋友要關心 那些人過來幫他照顧小朋友 所以他不停不可以讓小朋友好 這集泛民過去三十多年的歉詞 就是Manchausen syndrome 他就是綁架著香港人 就是要你們香港 香港人弱勢 香港人爭取不到民主 因為如果香港人真的有民主的時候 假如 或者你這一集泛民變了大多數 變了強勢的時候 你的attention就沒有了 不是煙燒雲三嗎 說得複雜了一點 是 但是 你看到畫面 複雜了一點 直接自己說 是 真的怎樣 我自己的感覺 賣港就賣港 不要這麼複雜 真的 完完全全是為自己的 就是協港自重 協港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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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班人 既沒有執政的意志 亦都沒有抗爭的意志 而他唯一的定位 就是變成受害者 如何確保自己 持續成為成功的受害者呢 就是有很多人投票給他 令他變成受害者 所以為什麼 就是說 協港自重 就是 我有很大的民意授權基礎 六成的人投票給我 不過 我永遠都是協調失敗 永遠都是有內鬼 永遠都是有人跟我過不去 永遠都是有鐵票 諸如此類 有很多借口給自己 原來自己輸 人家拿三萬票 人家拿三萬票 人家拿十萬票 擺明了 你製造弱者 那會不會像女王 這麼複雜的一個病 我免得說這件事 很簡單 任何人都會 只要抱著這堆東西 這是我的 這是asset 這件事我想起 他在強勢的教育界 教育界一向都是坐定粒綠 那個功能組別 教師全部都投他 但他真的由頭到尾 只講教師的弱勢 教師如何受到 政府教育局欺壓等等 但是 有沒有一個宏觀的教育政策 提到出來 有沒有真的在教育界 搞到一些有效的抗爭 沒有 沒有 在教育處於弱勢 成立初期 處於弱勢的教師罷課等等 他們可以做到 但到了教育 已經有很多勢力 他想舒舒服服 永遠找坐功能組別的釣魚船 的時候 他就不想再進一步 你看看教育的議員 由張文光到之後 他們從來都只當自己是一個教育界的工會 我是受欺壓 他們不會當自己是一個影子教育局局長 拿你的政策 我就把一個人推出 你有這個政策 我把一個人推出 你有這個課程公用 我自己做一份課程公用去推出 沒有 為何就是 新丁就有 遙重鹽的土地政策 對 珠海地園這些就有 土地政策就有 問題是 這些不是泛民那群人 所以泛民為何近十年來 受到這麼大的批評 完全是有道理的 因為現在批評他們的人 走出來 真的有些人做到事 我不明白香港的進化 怎麼會這麼慢 但問題太少 太少 珠海地的就是要重鹽 問題是幾十年來 大家依然是習慣性來投票給他 你習慣性收視 就像某個大台獨大一樣 習慣性收視 主要是香港的社會 還未去到民不聊生的階段 這樣都未民不聊生嗎 很多仍然 我這樣說 例如有一天 如果我在IFC逛街 然後去Rubuchon吃午餐 晚上就約了朋友去蘭桂坊 喝東西聊天 然後我是回中殖道的 我當然不覺得香港有問題 但是我現在是不是住劏房 我不是住劏房 但是我會不會不知道 其實香港現在很嚴重 最近有一個調查 就出來了 最有錢的一個月 一日人工 等於人家窮人的兩個半月 比例是很誇張 而且過去五年貧富懸殊的差距又抹大了 是月對年 月對年 不是月對月 我想你講錯了一個比例 是嗎 一個月等於人家兩月人工 兩年半 是 是這個magnitude 一個月等於人家兩個半年的人工 是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下一個話題就是講傑青 是嗎 一過去拖貨 我想你買 是嗎 OK 我們不講魏智峯的博野論 即是不是文不如廖生 我們講新鴻基的那個傑青 女傑青 27歲就比不知多少首期 兩年就公團 說吧 這位傑青 其實這次傑青選了五個 我們公道點說 大部分都沒什麼問題 另外那四個都很OK 一個就是西非伊波拉抗疫 一個就是胡兆康 是克服癌症的保倫球手 還有一個盲眼的藝術家 還有一個環保的建築師 其實都是很專業、很有成就 還有服務界、服務社會、服務國際社會 那方面是得到認同的 這四個是OK的 但是那個就觸動了香港人 最敏感的神經就是買樓 還要說我兩年之內公斷層樓 然後說自己要給多少人的努力 又是一大堆私事生下精神病 然後呢 觸動了人家的神經 人家就開始慢慢興建 你什麼時候買樓 2003年的時候買 2003年之後兩年公斷不出奇 現在比2003年升多少倍啊 那個樓價 不是多少倍的問題 你拿2003年的樓價 就是在那時候的人工 大家如果心水清的樣子 講過這個問題 十幾集之前 就是講香港在什麼情況之下 才可以恢復新機 樓價恢復03年 就是這麼簡單啊 其實很簡單 他那時候正在讀書 就月入三萬 努力做兼職賺錢 做全銷 蕭公可不可以介紹一下全銷 是什麼價格 這就免得詳細檢討 說得不是 很賤的 應該就是 重點是看看時機問題 2003年的樓價 很多人都上了樓 很多人都發財 是否表示你特別青 即是結青呢 我不知道有多青 以我所知 很多人都在那個時候買到樓 叫做上到車 你多久公斷是一件事 只要你那時候有夠錢 幾十萬就可以了 不用的 沒有錢都可以的 最青是什麼個個案 就是我有個朋友 真人真事 即是他結出什麼樣子 他應該拿記青 他不可以傻 就是有一天 講過了 不如打開來沒有記性 有一天 因為那時候 天下大亂 沒有人夠膽出街 戴口罩 看到人就閃開 怕你喪屍 他跟他老婆 就選了一個 風和日麗的下午 走去這個 北架山 山邊 想著廟無人煙 忽然之間 那製造優質人類 不是 沒有事 拖著狗殺一步 散心 他沒有打算做任何事 但忽然之間 走到山邊 草蟲撲出一個男子 他跟他老婆很害怕 原來 是一個西莊骨骨的 地產經紀 原來是一個西莊骨骨的 地產經紀 原來是一個西莊骨骨的 原來是一個西莊骨骨的 地產經紀 原來是一個西莊骨骨的 有仇留書 然後哄我的朋友 不買也要看看 看不需要錢也要看看 然後爆出來 還驚天動地一句說 當時的樓價差了 就是 不付錢 你肯承認就可以了 不用付首期 訂金也不用 總之去看 你承認有興趣買樓 就當你是恩人的裝香給你 那我的朋友 看見這傢伙這麼可憐 幫一下你 幫一下你 於是跟著就去看樓 還承認了一層樓 那層樓叫北架新花園 到現在就 當時他們是訂金也不用付 你是認簽的名字 所以 你做傑青有多難 不用勤奮 不用勤奴 不用勤奴 你知道很激 很青的 在某個風和日的下午 在2003年 走過北架山山邊就可以了 那層樓後來 升了千多萬 不用找鬼 他自己其實也是很勤奮的人 我相信 天開眼 真的被他發達 他是會計師 基本上都不會窮的 問題就是 這個崩也沒有出過 在這層樓裡的崩也沒有出過 故之然 那個樓盤不用下訂 跟著那個業主 李生 送了什麼二案 三案 你肯要就可以 你肯要 借凸給你也可以 百分之一 百謝給你 那時候又不管你 很奇怪 金管局也不管 不知為什麼 那時候沒有金融危機 現在又有的 於是在所謂的條件配合下 我這個朋友就簽了個名字 賺了千多萬 不用努力 如果要算潔青的話 潔青 潔青 那我這個朋友不是潔爆嗎 很潔青 很潔青 我介紹一個潔老給你們認識 好嗎 真人真事 我也說過真人真事 所以就是這些幾個東西 你現在拿出來跟別人說 那為什麼會這麼多反應 我都有些個案子 我也有 說起很多 如果在2003年的時空的話 你們似乎什麼人都好像很聰明 很潔青的 即是超人 離開了一個黑棋石 那樣就會變成超人 是 你回到一個黑棋石 變成鵪鶉 那你只會有 還有沒有黑棋石 大家不記得 香港人是內置黑棋石的 你真是黑棋石 黑棋石 是內置的 黑棋石爆出來 我當年認識一個潔老 你知不知道 是我當時男友的爸爸 我怎樣 懂得向未來 我曾經也拍過拖 男友的爸爸 懂得向未傳 曾經 這個潔老是怎樣 那時候是沙士 又是零三 什麼卵都倒閉 剛剛說 房子有很多 這個本來的未來老爺 本來 什麼都沒有就是有房子 很多人 買什麼好呢 匯豐跌到六十元 大手數 每天這樣推下去 我就推三千元 幻想自己推三千元 人家慢慢推下去 反正錢沒有訂白 是嗎 現在發財 本來已經發財了 現在就很多倍了 因為人家六十元上八二 一個雙倍了 每天推到 每一封不讓他買 已經買砸了 現在他就結老了 應該頒獎給他 起碼這些有眼光 人家真金白銀 每天幾千萬幾千萬 這樣賺下去 所以你抽零三 那個時空 你說什麼都可以 給我多說一個結青 來多一個零資產的結青 你不要結幼 結青 結老 結嬰兒 剛剛畢業出來 大約四千元 那時候 但是呢 當時政府有一個叫做 置業資助計劃 申請到 方向你不上車 對 就幫你上車 因為他是托市 結果他就買了一個小的單位 沒有小的單位 真的連首期 什麼都沒有 但是拿到政府那塊錢 就當首期 然後呢 到人工上升的時候 樓價又升的時候 人工又加 樓價又升 最後呢 樓換樓 原本三四百次 變成六百多 六百多 過千 很厲害 零資產的結幼 剛剛畢業 剛剛畢業 沒多久 結嬰兒 厲害 這些更加值得做結青 應該就是說 股仔可信性高很多 不用四十歲 股仔可信性是什麼 就是 那個環境下 你怎麼賺三皮一個月啊 大佬 他說做全銷 你賺四千我相信 四千是普通正常工作月薪 他那三眼是他姓王那位傑青 說他在大學的時候 是做全銷 全銷被大陸定性為經濟邪交 重點打壓對著 其實呢 香港沒有這個 香港在八十年代叫陳壓式推銷 而後來九十年代叫全銷 有一位才子 這樣寫了 也挺好的 他如果呢 兩年能夠買一樓 其實那時候 八九十年代 尖東大富豪 和東國城 各個都是結青 我相信 雖然我沒有光顧過 我小時候看新聞 就說某位 某位知名夜總會的武小姐 接到一個變態客 就被他殺了 然後死了之後 清出來 那個客人被他殺了 不是 警察查詢 傳媒報道出來 80年代初 資產是四百萬 那時候的四百萬 你可以買幾多層樓 那些才是結青 如果這樣比較 所以那位才子寫 完全沒有錯 還有呢 有一部電影 拿了奧斯卡 去年 就是 One Big Short 美國房地產爆煲 2008年的金融危機 那件事 像案 像案 因為數學 他是醫生 他很厲害計算 一邊計 一邊計 算不通 沒理由不爆 一遲了就爆 他管理這個基金 然後他找一些調查員去調查 的時候 包括他自己 去看義母 其實他是所訪問不同的人 很正經的 好像你那樣正經的 但都要去訪問 現在不看義母 但他為了要訪問 訪問義母是很正經的 很正經的 因為他們的收入不穩定 然後他去問的時候 那個女生拿著四層樓 跳義母的那個女生 這個Lap Dance的時候 跟他說是拿著四層樓 人家是不是更青 四層樓 對 他四層樓可能是四個層樓 就是你講的例子 你上頭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資產證明 入息證明 不同不同 兩個很不同的個案 美國的個案 2007年爆發那一段 不是2003 2007年爆發那一段 次案是基於他完全不管 那這班人怎麼做 這個所謂金融創新 於是那些Ninja 都買了樓 No Income No Job 那些 忍者 不是他勤不勤勤 即是說你是否跳義母 其實黑衣也可以買樓 那時候 兩千名 美國都變鬼態 2003年也是這樣 你的朋友 被筆架山跳出來 有一點點不同 有一點點不同 2003年那個天災 不是人禍 不是金融風暴 導致你倒樓 樓價會跌 忽然之間有這樣的疫症出現了 另一件事 to be fair 即是你拿武小姐來類比 英文收入不正常的話 就真的我覺得不公平 哈哈 大家知道誰聽我說話 他們真的辛苦賺錢 正經錢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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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no income no job 他是有 income 他是一個很辛苦的厭惡性職業 不表示他不勤勤賺錢 所以那些阿姐賺到錢 他不拿傑清沒有問題 因為他不是自在這件事 他只自在有錢可以交易 我的點是說 其實他們更值得傑清 如果以賣樓 以擁有多少物業的角度來看 這些真的更加值得傑清 如果這樣計算的話 還有之前人家都在他三年前做過一些傳媒訪問 訪問不是說那一套 不是說那一套 說自己六十萬 不是說 那麼十年來看不到五套電影 原來他只拿來六十萬去旅遊等等 這個我也覺得不重要 因為你賺到錢 使用自己身上有什麼問題 但是有一個價值觀 我覺得更加嚴重 他說他要認識一些適用的朋友 他說我到處收集很多卡片 後來有個前輩說 收集這麼多卡片是沒有用的 你認識別人,別人不認識你 最重要是找到一些適用的朋友 結果他就說從這個方向一路去 他就找到很多適用的朋友 我看完我很慶幸 你不適用 我不適用 我不是任何一個人適用的朋友 而我身邊也沒有任何一個適用的朋友 用時會比較奇怪 對用的 我真的聽過很多朋友圈要聯繫 我身邊有個朋友 有個熟人介紹他進入這個聯繫 朋友的聯繫裡面 然後別人一件事就問他 你做什麼收入多少 問完之後就找那個介紹給別人 你以後不要介紹這些人 因為他沒有聯繫 他的人工和職位不高 沒有聯繫 他自己覺得很人情懶亂 某些圈子是這樣 而且風氣越來越厲害 其實也不是風氣不厲害的問題 任何時代都有這些 等於當年 上品無寒門 下品無世俗一樣 那是不是好事呢 大家都知道是怎麼回事 所以有些圈子是這樣 無可厚非 有些人是這樣 無可厚非 但哪一件事會值得我們非議 就是把這五個傑青放在一起 其實那四個就很無忍了 是啊 真慘 你傑在哪裏 是青在哪裏 大哥 完全感覺不到 所以就是說 你令到這個名字 真的有點奇怪 而且整個傑青的選舉制度 這次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是啊 因為另外四個大家都知道可以 但因為那個太突出 和讓人的感覺太差的時候 那個傑青的光環 其實是大幅度退色 以前不是的 我會覺得不是退職 是趕客 以後你這個傑青的名字 真的笑得到 你不論從任何 criteria來計算 都是笑得到 你傑青嗎 你有沒有樓啊 不是這個問題 反過來 你這些傑青 你放在金融圈子裡面 這些就真的 不入樓 真正那些 你幾千萬樓一筆過數 用什麼工兩年 去洗手間 你倆聊著 哈哈 我們不相信 所以就是說 你用這些criteria 你隨便一個角度 都會被人笑到你瘀 你站在那些真的有社會貢獻 即是非洲救人 那些 你拿出來的人 極度無印 你做過什麼 第二 你說 像阿楊 身邊的朋友 白手興家 即是機緣巧合 03年翻身 那些 他都不會特地去勸掩 這件事 說我多麼威 多麼聰明 多麼聰明 沒有人說這件事 大家都明白什麼 天時地利人禍 等於你中了六合彩 你特別聰明嗎 不是 就是中了六合彩 沒有任何需要誇要 沒有的 我認識一個 都是基層的文職工作的朋友 他也是03年創業 創業更辛苦 更慘 而且風險更大 03年 每個人都不敢 每個人都不敢 創業 這些不是更加結束 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從一個所謂 所謂 獅子山下精神病的角度來看 那些人會笑你 反過來 你在上流社會 看你所謂的法績史 又笑你 就算橫行 在金融圈子裡 所謂成功人士 又笑你 沒有東西可以 即是說 你在你的圈子裡 就威飽它 問題是你拘捕 結果又如何 我覺得是非常反作用 他說已經有過千萬的身家 那 即是說 金融圈子那邊 過千萬的身家是什麼錢 跌過花瓣樂鐘 就說 砸碗十輛車也有 那就是 所以就被人覺得 隨時一輛都可能過千萬 被人覺得 臭寸 品味低 就算我不當你臭寸 會覺得你很膚淺 我覺得 這位女士 都未指望她膚淺 是選她出來的 那更加膚淺 是更加膚淺 用什麼規定去選 都不知道 不知道 可能有份提名她 現在都不敢認 很難說的 這個世界的事情 你鬼智 下屆 下屆真的不知道 誰夠膽再被人提名做傑青 提名都覺得 不要玩我了 我沒有扭 我沒有扭 一會被人問起來 誰放大一件事 看看我的身家 還得人害怕 這樣也好 既然 大家把這件事 和範圍一樣 變成碎片化 以後 大家就認真 看看哪些年輕人值得要加獎 不要順眼頭 還有這件事 有一個正面作用 就是 你是直接 以一個 批評的角度 去 衝擊這個買樓的價值觀 買樓 不是一個 人應該有的唯一價值 不是說買到樓 就是叫做結出 極其量是港豬價值 港豬都不敢承認 現在整個社會 整個網絡來衝擊這件事 我覺得是好事 不過 他做了炮灰 總有人勇敢做炮灰 沒有所謂 他得到他得到的東西 就這樣簡單 我們就不會橫加批評這件事 純粹提醒大家 以後就不要再閒頭了 你要貢獻社會 都說好這種方法 還有他說之前讀書的時候 做傳銷月入三萬 我始終認為 不要做傳銷了 大家 要賺錢 正正當當去賺別的錢 不要做傳銷了 傳銷是甚麼 自己賺吧 蕭公都覺得 耍手令到 懶事說的 不留言 雖然我也有兼職 以前是比較容易賺錢的 我覺得 以前是比較容易賺錢的 你傳不傳銷 做銷售 賣樓的銷售 可以關閉一單 就十幾萬佣 我也做過銷售 都很好賺的 真的很好賺 但是不是一個可持續的職業 還有你的收入是否可持續的增長 其實當時阿傑青 因為年輕貌美 所以特別好生意 隨著他的身形發幅 和年紀增長 其實收入可能會相對少了 又或者隨著這個塵壓式的傳銷行業 就百花盛放 競爭越來越大 又會相對少了 現在的人就是永遠 包括前一陣子都有一個 如果你說現在這個傑青 也叫做青靚白症 之前有一個28歲 去買樓 然後他就說 他每個月不吃不用 不去旅行 不看電影 每個月儲一萬元 終於上樓了 但他28歲 看來是48歲 那兩夫婦都40多 但他們兩個都20多 網路都以為40到尾 原來兩個都20多 是整個網路都說 這麼老 是不是20多 然後我寫出來 原來買了一層樓的代價 就要老二十年 那我寧願不買樓 那些人就說 你不要這麼涼薄 你試一下 給業主迫遷 你就明白 那我試過 你試過 你不是整個香港 給一個大地產商 你不是得罪他 就沒有地方 你可以繼續搬 你可以選擇 還有我覺得現在 香港的樓價 升到一個這麼瘋的地步 是不是還值得去買呢 所以就是魔咒就是這一刻 大家什麼時候明白 在一個泡沫裏面 我真的不敢說 就等於2003年那一段 又不要看見有人會死 有很多人負資產叫苦連天 但是最後還是沒有死 那98年已經是負資產 其實就是2003 2003反而是翻新的好機會 所以我經常覺得 樓價再倒下 香港才有得重生 但是又是講諸話 很多人會很生氣 答我一句 樓價倒下 很多人會死 或者是生氣得 比殺父受養 中英這樣的人 相當為數不少 就是爭著做樓爐的大人在 大把 因為想做樓爐的 通常覺得自己有條件做樓爐 或者已經在做樓爐那一種 覺得很光彩 很奇怪 因為奴隸最怕是解放的 當年美國黑奴解放之後 要面對現實 他要面對失業的問題 我做奴隸的時候 我有主人養著 就算被虐待 我也未至於失業 但黑奴去到城市 原來失業 這麼嚴重 所以沒有自由意志的時候 你脫離奴隸生涯 你會覺得更慘 當然 自由意志的時候 這麼容易扔離奴隸 不是這麼容易扔離奴隸 所以上帝當年 那些奴隸由埃及解放出來的意識 經常想方安及做奴隸 就是這樣 要洗底 要洗,四十年洗完 沒有奴隸意識的 才要承受我的產業 就是這樣 這個問題是一個很大的教訓 是什麼家科呢 所以說今晚第一個話題 就是這件事 你說是否這三十多年被人玩呢 其實有些是逃不掉的 正正好像養頭頂踢爆 聖經的故事一早提醒了這件事 當你離開奴隸的行列之後 你的奴隸的記憶依然正在活動 你的奴隸的思維仍在活動 奴隸的思維仍在活動 真是有福分接受民主義自由 我懷疑 有些人說天生的 你給他是有的 如果你看上帝對於以色列人的試練 就是四十年 讓你那群老奴隸 即是有奴隸意識那群 那群死亡 然後那群在沙漠出生 即是野生走地那群 即是沒有奴隸意識那群 那群新人才可以進入福地 這個教訓 我想大家揭揭聖經 是有這樣的事 所以我每次進去匪地 我都會覺得 建設民主中國 我屁 因為你看到他們 即是他們所謂的國歌 不幸地現在香港 我們打開新聞 打開電視的時候 都要聽到 慈拉 不淵 這些人 你第一句 他們就已經是一件笑話 是不是 現在就比以前更甚 現在人民比以前更甚 更是奴隸 你看到那種無形之手 我們經常說無形之手 就是 他們在每一個層面 都要他們不家思索 生活 什麼都不想 什麼都不要 買樓 你衝去買樓 你有錢你買樓 大陸現在是跟回香港的樓閘 而大陸其實說真的 你說你的軟實力 你多麼厲害 多麼厲害 你有沒有一個產品 我不論你是什麼都好 是風行全球 沒有 他只是去買品牌就有 你快餐店有沒有 飲品你有沒有 什麼 什麼 DJI 無人機 什麼 你指軍事那些 不是 不是 航拍 航拍 航拍機 除了航拍機之外 還有沒有什麼特別品牌呢 沒有 其實老實說 我真的不知道是什麼 對不起 始終航拍機暫時都沒有一種 最生活化 最吸眼球的那種 例如電視機 韓國的 又再 厘清一點點 要是對大疆的背景 如果不清楚的觀眾 哈哈 所謂大疆 其實不是中國東西 創辦人來香港科技大學讀書 然後學了外面那套東西 就回到深圳 創業製造了一個大疆 所謂無人機 那個設計的模特兒 其實不是原創 外國一早有 不是那個成本去生產 無人機 一早已經有 我十幾年前已經玩過 那時候沒有Gyro Static 沒有自動平衡 用手去平衡 後來美國都開始軍事用途 那些偵察機 諸如此 海灣戰爭的時候已經在用 人家已經在用那件 只不過是軍事用途 難得你來到香港的資訊 自由什麼都可以接觸到 就看到 抄襲發言 就這樣出來 所以你發覺 不是獨家出產 美國、英國、法陸州 不是創新的 不是創新的 我想起它還有一件產品 也很出名的 太紅能板 尤兆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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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 這個我也知道 就是它的生產 它賣得比較多 現在又是說 又是很漂亮的那句 就是說 你連奶粉都做不好 你強大什麼呢 他抄襲人抄襲得很漂亮 你抄襲人 有一個笑話 我聽我的客人說的一次 挺好笑的 他說 猶太人駕駛過一個沙漠 看到這裡有油站就好了 我的車沒有油了 有油站就好了 不如我在這裡做一個油站 第二個猶太人經過 就說 有油站 不如製作餐廳 製作餐廳 第三個猶太人經過 有油站有餐廳 不如製作購物店 第四個經過 又有油站 又有酒店 不如製作酒店 就變成一個小社區 一個猶太人的小社區 好了 中國人 中國人開車 經過看到 沒有油 不如製作油在這裡賣 創新 第二個經過 他賺到錢 我又製作油站 第三個經過 兩個都做到 我一定可以 第三個 然後第四個 然後全部都收拾了 就是這樣 中國人就是這樣 我就說 我真的想不到 它是一個快餐品牌 美國有Donald KFC 反而事 等等 飲品 比如美國有可樂 分達 你說吧 大陸有什麼 最出名就是 德國人搞出來的青島啤 不過是 德國人的 沒有的 其實沒有軟實力 你除了靠不停地拆 不停地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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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傻子 又不家思索 相信自己擁有樓 就是上等人 其實 他那個 遲早爆破 這是另一個很大的題目 不知道值得時間 夠不夠說 幾個人搞 先知的人都很吵 有沒有中國模式 這回事 有沒有呢 在你眼中 我本書都已經寫了 我們夠時間 沒有的 那些經濟學家都已經分析了 所謂驚人的增長 那類平衡數就不合理了 他只不過由1949年開始 萎縮 萎縮到1979年才爆發出來 於是你用後三十年 就是前面三十年的時間 很厲害 那不就很厲害 很簡單 其實很簡單 經濟基數很低 你用平均數 其實根本跟人們正常增長這麼久 沒有分別 所以你所謂驚人的增長 只不過是三十年中 追了六十年的東西 那當然是不簡單 追回的過程 他付出的代價更大 他不計成本 不計後果 不計成本 不講人道 不須聞名 結果就是全國山河 真是烏煙仗氣 一片紅 一片灰 一片紅 甚麼都有 甚麼應額綠色都有 廢土都可以殺人 現在香港都有 所以說 你那個甚麼家火 經濟奇蹟 而且你冷靜一點 旁觀野青 你計算平均數 就知道甚麼事 沒有這件事 而最過癮的是 在追逐的過程中 沒有累積到一個自我創新的能力 正如旅旺所說 你抄得好 你做得好 你好東西 你真的抄得好 你不敢說 放車做出來的東西 自己人都不敢要 差不多 變成一個大問題 現在那個所謂 平均數過了之後 開始有一個新工業化 再工業化的趨勢出現了 就是說 現在開始自動化生產 你再沒有所謂 人口紅利 因為以前的人口無限量供應 你打死十個 再來一百個都可以 你炒了十個 再來一千個都可以 人是無限量供應給你的時候 你就做甚麼都可以 好像很棒 所以紅海那些小朋友 富士空那些小朋友 全部都是人當機器 做到跳樓都不重要 總之幾十萬人 一起開工 一定可以做到工作 現在紅海開始轉轉機器人 明知所謂人口紅利 開始消失了 人工越來貴 人工越來越少 不夠用的時候 會發生甚麼事 於是出現了第二個問題 就是你那個所謂增值的問題 到底你那個人 有多大創造能力 有多大生產能力 看看甚麼人 直接回答你 看看甚麼人 我有些很精英的問題 在那個總人口比例裏 這些精英佔的比例有多少 是否可以持續 你說一個馬雲號去寫 花愛門有多少馬雲呢 我不知道 因為人家一直有 人家每個都拿諾貝爾獎 人家每個都拿諾貝爾獎 你都拿諾貝爾獎 我又不知道 離開中國都拿到的 一定的離開中國 很過癮的情況 就是在制度的環境裏面 你只不過是一個低值大規模生產環境裏面 有多少資料呢 立刻露底 那就很麻煩 隻抽就不用人家抽 因為人家多 沒有用的 人家出機是人 你很多人都沒有用的 那怎麼辦 即是智能化生產 根本不需要太多人手 就像人家外國一樣 很少的人 長大部分的生產能力 那10億人就怎麼辦 不用吃飯 他會自動消失 他不會自動消失 不是 他每天都來維穩 每天都在門口土生 每天都在門口抗議 最新的消息就是 就算看到現在的部分 退伍軍人都要求維權 幾千人 去圍國防暴 上北京的中央軍委 對呀 圍國防暴 就是退役安排 退休安排 有些事情不妥 等於上一次忽然之間 習大大大大 大閱兵之後 我宣佈財軍30萬 大家已經知道發生什麼事 居然不招引的後果 你說財就財 你財了之後 那些人會自動消失 不會的 你怎麼善後 所以就是一個美大不調的局面 表面上看起來好像很厲害 但是所有社會成本累積了 隨時會崩體 在哪裡崩你不知道 沒有一個創新的龍頭 沒有轉化能力 他沒有帶領 創新龍頭一路向上 他能夠帶領他的龍尾 但現在他是沒有的 譬如你說他去做加工 是可以的 是以前的 是可以的 鬥便宜 對鬥便宜 但你記住 傅士康的老闆是台灣人 很多台企在大陸設廠 而因為現在大陸的環境 人工各方面 勞工法例 很複雜 亦都很不友善 最重要的是 其實你的選擇性執法 令到很多人很頭痕 所以他們都會選擇 比較容易處理 比較低保持的國家 柬埔寨 越南 現在緬甸也越來越多 因為人工更多 之前大家還有人想 是不是人工 其實我很老實提醒大家 傅士康下一輪 已經不是說人工高與低 他已經在用機械人 他是說地方政策環境 安定與不安定 總之你不要來搶 你不要來搶 他來開廠 就這麼簡單 其實他已經不是計算 人工高與低 生產是他用機械人來計 他全世界都沒有所謂 我較早前在Facebook 見到一個 我說笑的 我負責的時候 我快要失業了 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全機動的機械手 能夠煮東西的 他是完全模仿100%人的關節 還有他的動作 全部是跟一個出名的廚師去做的 當然裡面有一個電腦program 電腦program 因為那時候他用了一段長時間 他跟著廚師 複製他的手勢 關節怎樣運用 怎樣拋鑊 全部跟著 而那隻手臂 他就在廚櫃裡 掉下來 就是這樣降下來 然後煮 他什麼都可以做 精細到他加金箔 加些garnish 他都做到的 然後煮完之後 他就會摺一對手 升上去 又不見了 他煮的過程裡面 他有一個玻璃膜 好像地鐵 有玻璃膜保護著他 你不要理他 他搶火什麼都好 他自己搞定 我開玩笑 我說我會失業 我開心到 看到這對手臂 我開心到 我心想 我終於能夠完成我的宿願 就是我可以世界各地開餐廳 因為 I'm sure 除非開發者是個白癡 否則他一定會讓你買回去 可以自己自製設計 對 抄你自己 對 那就是抄我 你明白嗎 我可以讓他跟著我兩個月 我怎樣下東西 我怎樣調味 然後我可以世界各地去開 我有資金就可以了 因為第一 我怎樣會選他 我不會選人 作為任何老闆都是 機械人他沒有情緒 他不會痛 他不會頭痛 我不是很混蛋 但是純粹在生產角度 你一定會這樣選 這是智能化生產最基本的 對 因為有這個需求 因為他不會扭令 他不會弄傷 他不會有任何的需求 我不需要加他薪金 我不需要應付他的扭令情緒 一大堆東西 而且他能夠最好的就是 他能夠100%跟隨我指示 我怎樣煮 我不用看著他 他在柏林是怎樣煮 他在北京也是這樣煮 他在曼谷也是這樣煮 而你要明白 譬如他煮東西也好 尤其是煮東西 是一個很個人的東西 我要他的樣子 是這樣的味道 就是我這樣的味道 但你會發覺 如果你在上海開 你一走開 那些東西馬上掉了 你在曼谷開 你一走開 那些東西就加了辣椒 就是會有一件事 所以你說機械化生產 是全球大趨勢 你中國怎樣抵禦這件事 你有人海 你一鼓勵別人生第二胎 那又如何 問題是社會變了 你是不是個個都願意生第二胎 此其一 此其一 另外那些社會精英和資金 大規模出走 你就知道 國家給人的安全感 最重要是沒有人去搶 有人來投資 問題是現在最有錢 還有最有社會地位的那些人都害怕 要走路 你就知道這個國家 那個給人的安全感 是去到幾弱的階段 還有你向一個不斷造假 誠信和道德 一路一路走向崩潰 即是小朋友都會踢假球 那你就明白為什麼 他現在世界搬 對亞洲區外圍台玩完 打四場只得了一分 你自小就灌輸一種打假球的意識 也有一點提外話 這個也不是最大的崩潰先兆 必迷兩人說崩潰先兆 什麼加科呢 就是在這個南蘇丹 維和部隊 就是那些伴軍一打到來的時候 然後呢 暫江的聯合國中國 維和部隊 帶頭走人 於是那些賊 就進入你的難民營裡 就是奸淫勞略 放火搶劫 什麼都做齊 你可以看看 原來中國軍隊的戰鬥力就是這樣 就是打到來會閃 這一刻才過癮 所以就是說最後一斤稻草 永遠都跟大清帝那一模一樣 就是什麼時候誰可以開第一槍 是的 OK 打到差不多 戰事暫停 就輪到下星期再說 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 拜拜